男主是邪恶组织的一名干部 为了消灭人类占领地球 每天都在和人类展开战斗 不过今天休假他来到动物园看萌萌的熊猫 休假除了要吃各种美食 还得给眼睛补充营养 尤其是毛茸茸的东西特别有效 男主拿起手机对着熊猫就是一顿连拍 看得身旁的小屁孩目瞪口呆 而男主只想着消灭人类后要增加熊猫的数量 不过现在是休假他坚决不碰工作 要是遇到同事就直接起飞跑路 事后被认出来也要假装不认识 这样就没人来打扰自己的家人 只是还需要留意一下人类一方的势力 工作日他就要对付这五个颜色不同的战士 但今天为了自己喜欢的熊猫绝对不会和他们开战 可下一秒一只手就在后面抓住男主的肩膀 原来是五个战士里的红毛 一言不合就要将男主打了 然而面对敌人男主却是慢慢地做出一个手势 原来男主担心在这打起来会吓到熊猫 所以他提议今天两人停战 红毛没有意见因为他也喜欢熊猫 男主注意到他手里攥着水族馆的票 这里是动物园只有一种可能红毛迷路 男主便贴心地告诉他去水族馆的路 可没想到红毛是个路痴连去车站的路都不认识 于是男主便亲自领着他来到了车站 红毛开心地像个三岁小孩 而男主则继续回去看熊猫 镜头一转男主来到一家便利店 一走进来他就被旁边熊猫怜悯的美少女抓住眼球 不过在这琳琅满目的商品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可来到冰柜面前他整个人直接愣住 因为原本心念念的红薯双气淋不见了 被换成了不认识的草莓马鼠冰棒 一番寻找无果后整个人自闭了 看得店员小姐姐汗流加倍 结账时店员看到冰棒松了一口气 建议男主在温暖的房间吃冰棒更安逸 可男主一句话都没说搞得非常尴尬 回家后男主就打开了空调 没过一会就将冰棒炫得一干二净 这让男主觉得消灭人类后可以留下那家便利店 与此同时红毛也来到了此处 顺便拿出手机问问路 这天依旧是男主的休息日 吃完早餐他就开始研究地球的生物 例如他没见过的猫咪 还有瑟瑟发抖的狗狗 最吸引男主还属这个带黑眼圈的生物 让过去的男主即便在休假 也好奇地跑到动物园调查 不过这样一来就成工作之后便申请了调休 一趟下来男主见识到了各种奇特的生物 可令他震惊的是这里还养着老虎和狮子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这是人类的某处实验室 就这样男主邂逅了自己的梦中情人熊猫 他便穿上外套准备去一趟超市 刚到门口他又遇到了红毛 不过这次他是来感谢男主上次帮他带母 还特地准备了熊猫饼干作为谢礼 然而到了晚上男主美好的假日就被破坏 为了守护自己的假期他使出了浑身泄水 可现在他整个人要气炸了 只因他冰箱里的咖喱不是甜的而是辣的 叫 liberal都松 六代是平章 今日を家准备莫少λά 就像是强友就 转眼间男主又来到下个家人 这次他来到一个大型的商场 可没走两步半身后 就有两双稚嫩的小手把他抓住 两个熊孩子要男主给他们买冰淇淋 男主反而问道 难道爸妈没告诉你们不能吃陌生叔叔的东西 两人一口同声的回答没有 虽然男主有点生气 却只能老老实实的掏钱包 不过他决定冰淇淋要买杯装的 因为这样安全不会掉地上 熊孩子反对甜筒比较帅 一番对事后男主觉得有道理 那就买甜筒 可没卖出两步半冰淇淋 就质地有声的掉在地上 熊孩子瞬间两眼泪汪汪 男主表面淡定安慰内心去慌得不得了 另一个熊孩子告诉他 只要买那个就能提起精神 最后男主将他们领到了熊孩子丢失处 跟他们道别后男主就走了 然而这两个熊孩子并不简单 他们和红毛一伙是来刺探敌情的 与此同时男主正盯着一件熊猫背心 你的领导突然就宣布放假 不要多想他可能只是跑去看萌萌的熊猫 这个反派男主正一脸黑的盯着手机屏幕 同时喊他吃午饭他都没心情 只因今天上班他错过了萌萌的熊猫 而且这次要看熊猫还得抽签 男主有点疑惑 如果既然有人想看那就应该都放进去 手机支架表示赞同 他越想越气 盯着手机屏幕的熊猫好一阵子 最后觉得上班哪有萌萌的熊猫重要 既然这么可爱就别怪我不择手段 他来到唯一还在加班的新人这里 新人是男主的小迷弟看到男主内心无比激动 男主让他赶紧滚蛋下班的点刀 小迷弟说工作还没做完还得加班 男主接过来一看 好家伙这是明天的工作 现在的新人都这么卷 为了熊猫他只好劝劝小迷弟 占领地球要一步步来千万不能累坏身体 现在就回去休息明天再放个假 撂下这句话男主就去看熊猫了 小迷弟瞬间心里暖洋洋的 但休假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只能上网找找看 随后就弹出一张萌萌的图片 再次上班后他来到男主这里报告 休假那天他也去看了萌萌的熊猫 再加上之前看了男主的报告现在也被同化 而且还给男主带了伴手语 男主仅仅只是回了具干的不错 出去后小迷弟就幸福地融化成了一滩 回去后男主迫不及待打开了伴手 可等他撕开塑料后他整个人都愣住 这是男主下班后的样子 哪怕是反派整个人也只能无助地倒在走牢 工作太累要是自己能养熊猫就好了 每次疲惫地回到家里都有一只熊猫等着自己 岂不是要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最高じゃねえか 可转念一想饲养熊猫好像有点过分 既然消灭人类后熊猫的数量会增加 那就是要和熊猫共享地球 与其说是饲养倒不如说会成为朋友 一起打游戏 一起看樱花 一起吹牛逼 还有开派对和说走就走的旅行 伴随着美好的理想男主趴了一夜 为了熊猫他重新下定决心要消灭人类 事不宜迟现在就请假先去动物园看看熊猫 这次同时还要解答自己心中的一个疑惑 那就是熊猫的尾巴到底是白的还是黑的 为此还特地买了一整年的门条 男主就这样一直站着盯紧熊猫 生怕错过熊猫的一个背影 然而两个小时过去周围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熊猫也好像把这当成吃播一直正对着自己 男主感觉一直站在这里好像也有点干扰到其他客人 而且那两个工作人员一直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盯着自己 手机电量也快支撑不住了 也就在此时熊猫有了动作 一个歪头让男主赶紧抄起手机 同时也耗尽了最后一丝电量 不知不觉间三小时过去 最初使的观众只剩下男主和一旁的眼镜男孩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只见熊猫一个转身露出了白色的尾巴 两人四目相对似乎是遇到知己 紧接着又是一个默契的碰拳 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也彻底放心 之后男主又来到了互动区 因为这里有一只黑白相见长得像熊猫的兔子 男主一走进来脚边就围上来一群兔子 他脸色稍黑的盯着这群萌萌的兔兔 自己要怎么样才不会踩到他们 他不敢前进只能站在原地 好在最后工作人员前来解围 男主蹲下来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撸兔子 之前的眼镜男孩在一旁传授了专业的手法 看他这么专业男主还以为他是兽医 被男主这么一说男孩也有点害羞 他确实有成为医生的理想只是妈妈不支持 男主这个暖男给予了他鼓励 称他为医生并让他传授自己撸兔手法 两人得心应手地撸着兔兔 这柔软的触感让男主一下就沦陷 没过一会两人又不约而同地蹦出一个想法 这无比的默契让两人相视一笑 没开二度又是一个碰拳 傍晚十分两人开心地道别 到了上班这天男主正在一脸严肃地思考 小迷弟还以为他是在思考如何消灭地球人 然而实际上是 休假的男主又碰上了人类的战士红毛 老样子这次红毛又要将男主打了 男主提出休战也没用 这回这里没有熊猫也没有路人 不过虽然今天休假但要开战的话 男主也有必须战斗的理由 那就是自己刚买的两盒鸡蛋 最近他喜欢吃温泉蛋 红毛富裕温泉蛋确实好吃 所以要是开打把蛋打碎了就不好 男主让红毛先站着别动自己一会就回来 红毛也真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 就在他以为被放鸽子时 男主赶了回来 不过还贴心带了雨伞和毛巾给红毛 甚至还带了一些典型 就在男主要离开时 他又突然把男主叫住 没想到男主又给他指明了去车站的路 红毛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对手 竟然这么了解自己 气氛到这红毛对战斗的事也有点 地球上有一种痴人的怪物 那就是冬天里温暖的被污 就连邪恶的反派也深受其害 男主就是受害者之一 冬天和休假让他彻底成了起床困难患者 他打开了空调 翻身拿起了手机 这个点刚好有让自己魂牵梦营的熊猫 就在他看得津津有味时 同事鲁尼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瞬间男主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又想到这个同事平时都来烦自己 毫不犹豫地选择挂断 可没过两秒半对方又打进来 男主就差把手机屏幕戳坏了 最后没办法才接通了电话 要是没事的话男主两秒后就要挂了 鲁尼才向男主说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得知在冬天人类的家里有一种怪物 而且还非常强大 那些家伙会用温暖来诱惑人类后吞进 男主一听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好事吗 鲁尼也觉得如此所以想加以利用 但现在自己的下半身也被那家伙吃掉了 文言男主瞬间不淡定了 而且那家伙已经打进总部 事态危机男主披上大衣准备赶过去 让同事在他赶到之前一定要撑住 鲁尼却告诉他来之前顺便带些橘子 因为那种怪物公认要用橘子对比 男主让他放心自己昨天正好才吞了一箱 扛起来就朝着鲁尼那边飞去 没过多久他终于赶到总部 男主人都傻了 好家伙这就是鲁尼所说的怪物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鲁尼身边 朝着脑壳宠密地来了一拳 来都来了男主当然选择加入 男主在走路时看到了一对情侣 当然他更关心他们手里的熊猫包子 看着他们一人一半男主气坏了 竟然将那么可爱的东西撕成两半 他又一次来到之前的便利店 在这里成功发现了限定款熊猫包子 男主看了包子好一阵子 包子好像也被他盯得有点不好意思 可他一想到刚刚包子的下场又有点难受 店员小姐姐又一次来给男主推荐 这个熊猫包子是这个月的限定款 肉馅既饱满又多汁 只是他外表可爱总让人有点下不去嘴 男主转身帅气地离开 他需要下定决心后再来买 过几天他再次来到便利店 看到男主仍旧纠结为难的样子 小姐姐给他推荐了普通的肉包 一口下去男主瞬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接下来的几天他把不同线的包子试了个遍 最后终于下定决心要拿下熊猫包子 走近一看却发现找不到熊猫的身影了 只能空手失落地走出便利店 没过多久男主又来到一家超市 突然他发现这里竟然也有卖包子 而且一包有四个超级划算 正好就拿这个来当早餐 隔天早晨他就把包子用保鲜膜盖住 再放进微波炉里 满怀期待地等了一分钟 然而打开后发现包子已经扁成了一片 与此同时红毛这边的包子也跟男主一样 原因应该是保鲜膜包的太紧 本来应该蓬松的包子却被压扁 红毛跪在地上只觉得对不起他 蓝毛初次登场觉得可以让自己试试 不过这种时候还是要靠专门加热的神器 回到男主这边他也靠着神器成功将包子加热 吃完早餐男主就来到街上溜达 他的目光落在一旁用雪做成的兔子上 毫不意外男主被他所吸引 他照着雪兔亲自动手将雪凑成一团 最后加上装饰完美复刻 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 可没走几步他又恋恋不舍地回来 之后雪兔就出现在男主的冰箱里 第二次过来看却发现雪兔已经塌了 第三次就只剩一摊了 男主只觉得无比失落 到了上班他就一门心思地思考如何将雪兔完美保存 小老弟和鲁尼看着他一脸一波 老爷爷拿着包裹艰难地爬着阶梯 男主便主动提出帮他提着包裹 看着老爷爷仍旧吃力的样子 这回男主蹲下来提议背着他 老爷爷觉得男主是个善良的孩子 抚摸着男主的头表示很感谢 不久后便挥手向男主告别 到了晚上男主在被窝里闭眼数着熊猫 直到358之后他成功入睡 随后他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梦境 梦里白天的老爷爷就是圣诞老人 拉着男主在梦里强行加班 和他们搬着圣诞礼物 接着装饰圣诞树 最后堆起巨大的雪人 男主觉得老爷爷一把年纪应该退休才对 老爷爷认为只要世上有孩子 愿意相信自己的存在 他就一直会将礼物送到孩子们的床头 哪怕他们长大后会忘记童话故事 他也只想实现他们小小的愿望 而且他偶尔还会遇到像男主这样善良的孩子 天亮后男主慢慢醒来 他只觉得好像做了个在雪中打苦工的梦 而且梦境很现实肌肉好痛 他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说当代社畜的命都是便利店给的 在这里每个社畜都会获得救赎 这个社畜在上班被榨干后来到了便利店 却在这里遇到身为邪恶反派的男主 此时男主正咬牙切齿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看得社畜汗流加倍心想这里有坏人 店员小姐姐却已经见怪不怪了 熟弱的和男主打起招呼 男主问到放包子的柜子怎么不见了 而因为包子也是现实售卖 现在柜子也已经收起来了 文言男主觉得无比失落 那可是他一天工作结束之后的犒牢 小姐姐也明白犒牢很重要 所以他给男主推荐了新的兵品 男主选择借一步说话 这一幕被之前的社畜尽收眼底 从他们的对话中 他提取出了犒牢这个关键词 事而工作已经那么累了下班 就该好好享受 他也学着男主给自己添了一小盒布丁 几天后社畜又来到了便利店 这次他选了一盒樱花味布丁 现在是樱花季 所以店里在售卖各种樱花味吃时 甚至还有樱花口味的奶茶 而此时男主正喝着樱花味奶茶走在街上 原来这就是樱花的味道 正好路边的樱花飘落后 他伸手接住一片 用嘴唇将它轻轻咬住 果然和樱花奶茶是一个味 自从遇到男主社畜下班后 都会犒劳自己 男主也一如既往的来到便利店 他先是来和店员小姐姐打起招 社畜看着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感情很好 但小姐姐突然好像有什么话难以开口 让社畜不由的也开始严肃起来 新作爱情 小姐姐就这样领着男主来到冰柜 她滔滔不绝地给男主讲起新的商品 让社畜也忍不住好奇地在一旁偷听 最终选出了两种口味的双麒麟 这两种应该都很好吃让男主很纠结 这下让原本自信的小姐姐一下就打回原型 赶紧向男主鞠躬疯狂道歉 社畜也生怕男主就此生气 但小姐姐的推荐每次都很实在 这回男主选择两个都要 本来之后他也会尝试另一个口味 两人走后社畜也走到冰柜前 面对这两个口味他也纠结得伤脑筋 这天男主休假来到了一家咖啡厅 刚坐下来他就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还以为那是什么实验道具 其运行后的模样更是让男主震惊 老板告诉他那叫红西火 没过多久男主点的拿铁也端了上来 拉花当然是他最喜欢的熊猫 喝之前也要拍照做个纪念 再换不同姿势每个角度来挤着 但现在问题来了 他要从哪里开始喝才好 左看右瞅还是不知道从哪里下嘴 突然他意识到这里还不止他一个客人 端起来就猛吸了一口 可他发现只要他没喝一口 熊猫就会离消失更进一步 他只能颤颤巍巍地将拿铁放下 看着可爱的熊猫正在慢慢消失 男主无比痛心疾首 就连旁边的大哥也看出他的悲伤 最后熊猫也即将消散 男主也悲痛地干下最后一口 望着眼前见底的杯子男主不觉空虚 可以想到刚刚的熊猫又无比悲痛 就连旁边的大哥也为之共鸣 从咖啡厅出来后男主好像就被上了帮 一不小心就买了太多东西 全身的购物呆让他举步为奸 其中大多都是做饭会用到的牛奶 但现在因为为了给布丁和杏仁豆腐上熊猫拉花 再加上可能会失败 所以牛奶不得不加量 至于摆盘当然要使用有熊猫图案的盘子 他喘着大气终于抵达公寓楼下 但眼下还有最后一道难关 那就是这漫长的楼梯 男主暗骂到地球人为何不装电梯 不过自己可不会就这么认输 他每踏出一步好像身体就传出痛苦的惨叫 可满头大汗的他一想炖菜配上熊猫盘子 身体就又有了前进的动力 一步一步迈向那美好的终点 邻居看着他一脸猛低 现在的人都这么热情见面就行这么大 出于尴尬和礼貌男主只能打起招 不久之后男主打算学着人类来赏花 只是他来的不是时候樱花已经泄了 手里的便当感觉也好像不香了 他低头看到了一个樱花色头发的小女孩 正在树下剪着一片片花瓣 两人四目相对互相看了好一阵子 许久后女孩才将手伸向男主的便当 男主真的是服了 人类幼崽都是骗吃骗喝的 家里难道没人教他不能吃陌生叔叔的东西吗 瞧把孩子饿得果然人类应该灭了 男主虽然抱怨 但还是给女孩倒上了热茶 女孩也有东西送给男主 只见他打开稚嫩的小手 手里的樱花也随风飘浮而去 男主看着樱花好一阵子才回过室 扭头才发现身旁只剩下一堆樱花 后来的几天他都来到这里 却再也没见到那个女孩子 眼前这个美女是保护地球的粉红战士 她的工作便是对抗侵略地球的邪恶组织 平时主要负责巡逻和战斗 但她其实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倒不是说她不想保卫地球 而是她受够了这个紧身衣室的英雄服 以及这种拳拳到肉的战斗形式 毕竟身为宅女的她 变身为魔法少女才是她从小的梦想 可是看着唯美的魔法少女海报 粉红战士却自卑地认为自己并不合适 这天工作结束的她回到家里 却发现自己珍藏的魔杖钥匙圈不见了 粉红战士一直都把她当护身符带着的 该不会是外出买东西的时候掉了 她准备出门找找看 却在楼梯处遇到蓝战士 蓝战士正好准备出门去找红战士 毕竟那是个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的白痴 蓝战士的话自中了少女心的粉红战士 头也不回的就出门去了 她在马路上东掌西掌 甚至就连公园也找了个便 因此还打扰了猫咪休息 但就是不见她的魔杖钥匙圈 无奈之下她去了派出所 没想到还真在这里找到了 警察说就在刚刚有人捡到送过来的 应该还没有走远 文言粉红战士直接冲了出去 她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高挑的男子 粉红战士叫住了对方 在确认自己的钥匙圈是坏人先生捡到后 她羞涩地表达了感谢 回去的路上粉红战士遇到了蓝战士 原来蓝战士并没有去找红战士 而是选择来找她 粉红战士看着带她回去的蓝战士 最终还是熄了火 只是她手里的秘密依旧不允许别人知道 这天又是休假日 坏人先生并没有选择外出 而是决定进行一场大噪流 首先吸尘器比起推的要用拉的效果更好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宝贝熊猫玩偶碰倒在里 在看着玩偶沉没了两秒半后 坏人先生赶紧去洗了个手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熊猫玩偶给扶着 接下来便是丢掉多余的物品 但坏人先生打开收纳柜后 发现自己收起来的空盒子都是熊猫周边类的 于是坏人先生还是整理了个计划 之后他把衣服都放进洗衣机里洗 自己则开始擦起了玻璃 眼看打扫得差不多了 坏人先生靠在玻璃前拿起了手机 安静的午后阳光洒向客厅 阳台的洗衣机轰轰坐下 而坏人先生就这样静静看着熊猫视频 等晒完衣服后坏人先生来到了公园 忽然一只猫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坏人先生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 坏人先生发现这只猫的毛色和熊猫很像 于是主动向对方打起了招 奈何这猫甚是高冷 竟是无动于衷 坏人先生猜测可能是自己的态度还不够诚恳 毕竟地球人在猫面前等于仆人 坏人先生决定更热血地出击 终于猫咪很不情愿地看了他一眼 这时猫突然叫了起来 坏人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语言上的不同 猫猫居然在听不懂自己的语言的情况下 还依旧在身边陪伴自己 这是何等的宽容大量 灰毛男子是邪恶组织的干部 为了让母星能够占领地球 每天都要和人类的超能战士进行战斗 但他最讨厌的就是和男主一起组队做任务 明明自己也超级强大 为什么被称作将军的人却不是他 战斗结束后 德丽卡一脸不爽地和男主一起返回基地 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步行回去 还要把自己装扮成人类模样 男主表示现在回去还太早 而且大白天的飞在空中也非常醒 德丽卡当即表示不是有传送门吗 可男主却说传送门还在检修当中 此时的德丽卡十分不爽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男主的发型 那种毛毛躁躁的头就像个吉祥物一样 根本就不像是将军 就在这时男主停下了脚步 露出了一种非常惊慌的表情 德丽卡还以为是出现了敌人 正要准备战斗 没想到男主只是被熊猫可丽饼吸引了注意 他完全体会不到这种东西的可爱之处 男主文言只是怜悯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就走向了小卖部 一边的德丽卡仿佛是发现了一个新大墓 没想到将军大人竟然爱吃甜食 这种事情要是被部下发现 肯定会威严大减吧 想到这里 他不禁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但让他措手不及的是 他还要拿着这份甜食让男主拍照 可恶要是这种把柄被男主掌握 他还怎么翻身 而且不管是角度还是刘海都要好好把控啊 但男主对他这个大汉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只拍了熊猫的可爱模样 接过可丽饼后 男主又手足无措起来 熊猫这么可爱 他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入口 每一次他都要犹豫好久 德丽卡听后整个人都快实话了 你再这么磨磨蹭蹭都要下班了 企图摸鱼的想法 差点被同事拆穿 男主只好慢慢地吃起可丽饼 不过他还不忘提醒德丽卡 他休假的日子都是这样度过 万一在街上看到他也千万不要和他打话 他只想开开心心地享受休假 回到司令部 男主又换上了帅气的将军服装 一边的属下则翻阅起了男主的工作报告 里面记载了男主喜爱的生物 下属表示熊猫很难看出眼睛在哪 而这一点和休假时的男主一模一样 男主听后瞬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听 为了今晚能准时下班 男主的手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要抓紧把工作做完 下班后去超市买冰 在做好晚餐后 就可以欣赏熊猫的特别节目 虽然他也事先准备好了录影 不过他还是想看现场直播 最重要的是要按时下班 可男主的心愿并没有完成 晚上回来后已经很晚了 而且明天也没有休假 此刻的他只想快点入睡 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明明身体很需要休息 但他的意识却无比清醒 越是告诫自己要睡着 越是无法入睡 而且晚上睡不着白天就无法工作 夜晚是如此的宁静 他仿佛一个人被留在了宇宙深处 这时他想到了地球人晚上睡不着就会睡 于是他便数起了熊猫 第二天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司令部 下属也被男主的这副表情给吓到了 男主此时的脑中还在数着熊猫的数量 听到属下的问候 他表明了自己的状况 属下表示他可以借给男主暖竹怪物 虽然说冬天过去了 但他并没有收起来 可还没等他说完 男主就陷入了沉睡 在梦中 他和数千只熊猫一起眺望着星空 并且告诉他们母星的存在 又是休假的一天 男主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整理着熊猫的图片 就在这时 公园里两个孩子的谈话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们正在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经过偷听到的情报 他得知了他们一年只见一次 而且只在七号见面 并且下雨就无法相见 这些说法让他一头雾水 他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不能相见的条件 这时他又听到了小男孩 要在七号那天搬到爷爷家 小女孩表示他要去送送男孩 即使那天下雨也要去 他们并不是牛郎织女 所以即便下雨也能相见 来到商业街 男主看到了七夕祭典 这时他才明白 牛郎织女是怎么回事 店家也在这时走了出来 他递给了男主一张许愿纸条 只要把愿望写好后 挂在竹子上 就能够实现 拿起纸笔 男主本想写下 人类灭亡这个愿望 可店家赠送的可乐饼 让他打消了这一想法 把写下的愿望 挂在竹子上后 男主又买了两块可乐饼 阴雨缠绵的天气 小男孩在父母的陪同下 准备搬家 就在要走的时候 小女孩来送男孩最后一程 这正是男主许下的愿望 希望他们能够再见一面 与此同时 红战士正在写下自己的愿望 他已经写下12张纸条了 这让双胞胎大感意外 因为红战士的愿望 应该只有一个才是 那就是治好自己的路痴 红战士表示这个愿望 蓝战士已经写了 而且还写了一堆 所以他才想写点别的 又是休假的一天 男主一个人来到沙滩上 吹海风晒太阳 就在这是一个小朋友 来到了他的身旁 在男主惊异的目光下 堆了一个土堆 男主也不甘示弱 有样学样地堆了一个 可他堆好后 小朋友又开始了袍洞 他也急忙施展出 单身多年的手速 快速将土堆的洞打穿 可当他的洞打好后 小朋友的土堆 已经变成了一座尖塔 就这样 二人开始了速度的比拼 夕阳西下 男主和小朋友的房子 终于成型 一直在休假摸鱼的男主 终于开启了工作状态 这一次他对战的是 迷路的红战士 此时的红战士没有变身 在男主的攻势下 只能积极而奔 小树林中 充满着二人打斗的气息 终于 红战士还是不敌 被男主服装上的尾巴 给缠了起来 此时他还想变身 可男主并不会给他机会 就在此时 二人同时停下了动作 看向了抱着熊猫公仔的小朋友 男主这才意识到 刚刚他不小心闯到了动物园里 放下了衣服上的触手 红战士立马安慰起了孩子 原来这个孩子是和妈妈走失了 感觉到男主不善的目光 红战士立马护住了孩子 表示孩子是地球的未来 他是不会让男主伤害到他们 男主对此轻蔑一笑 空气似乎是陷入了沉默 就在这时 广播中寻人启事的声音传了出来 红战士立马和孩子确认了身份 在孩子的介绍中 他也喜欢熊猫 红战士听后温柔地摸着他的头 表示会把他送到妈妈的身边 这时男主指路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显然他是知道这个红战士是个陆痴 因为孩子喜欢熊猫的缘故 他决定放他们一马 夕阳西下 二人分道扬镳 走了一会又同时转头 再一次给陆痴红战士指定了方向 眼看就要下班 男主来到了一家礼品店 在他看来 熊猫非常可爱 由此做成的布偶也同样可爱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一个是你真的熊猫布偶 一个是Q版的熊猫布偶 二者都非常可爱 让他难以取舍 这个时候就需要试试触感了 你真的熊猫布偶摸起来硬硬了 但摸起来会回弹 但接下来Q版的触感 直接让他发毛 那种柔软的触感让他欲罢不能 这种东西 岂不是让他一直都很想摸吗 仿佛间 他好像抱着一个柔软的布偶 在空中飞舞 这一下子只要买了 可回过神 却看到你真的熊猫布偶 正委屈地看着他 想到这里 男主下定了决心 将两个全部带回家 回到司令部 刚开完会的男主一脸疲倦 手下为了让男主振奋精神 和他聊起了熊猫的事情 表示在另一个地方 还有熊猫的存在 准确地说 是像熊猫一样的生物 对熊猫男主一向不会拒绝 当即表示要去那里看看 第二天休假的日子 男主来到了游乐园 来得太早还没有开门 男主就对门口的熊猫拍起了照片 开门后 男主怎么也看不到熊猫的存在 这种地方真的有熊猫吗 他一度怀疑手下的信息出了差错 这是一对情侣 路过了他的身边 从他们的口吻中 他得知了来这里 应该是要搭乘设施 既然要寻找熊猫 那就不能惹人怀疑 于是就到售票处 买了一张全员通行证 这时他又听到了小孩子 想要骑旋转木猫 如果这里有马的话 那就应该会有熊猫 怀着这样的心情 男主骑上了旋转木猫 遇到有人和他打招呼 他也热情不应 之后又骑上了天鹅游谷 他不明白地球人 为什么总是对他招手 出于礼貌 他也总是回应一下 进了鬼屋很快就出人 接下来又体验了一下 摇晃和旋转的感觉 这让他整个人都不好 他根本不明白 这是在训练上 找了半天都没有看到熊猫的存在 体验完云霄飞车后 更是摇摇晃晃 甚至得出了一个疾论 地球人真是太可怕了 竟然让孩子们搭成这种东西 这该不会是培养战士的基地吧 这是一个老人走了过来 他一眼就看出了男主的稚嫩 表示游乐园 就是一个孩子玩的地方 虽然他不能玩了 但也会偶尔来到这里 看到孩子们的笑脸 他就会觉得非常新闻 但当男主回过头时 却发现一个孩子坐在了他的身边 并告诉他这里也有熊猫 他最喜欢骑在他们身上了 还不等男主回过神来 孩子就跟着爷爷跑走吧 男主这才明白 游乐园并不是培养战士的地方 随着他的进一步闲逛 他看到了熊猫的伴手里 熊猫状的点心 熊猫文具 徽章和贴纸 更神奇的是这里的熊猫尾巴 似乎是黑色的 就在这时 他发现被关在胶囊里的熊猫 这让男主大呼地求人的可恶 为了拯救被关注的熊猫 他把他们全都解救了出来 并且在之后 给他们拍了图照片 这里的熊猫自由了 他还需要去寻找黑色尾巴的熊猫 可不论他怎么找 都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工作人员 看到了垂头丧气的男主 表示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小姐姐在听到男主要找熊猫后 立马了解 带他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 来到了搭乘熊猫车的地方 看到熊猫的瞬间 男主就陷入了晴天霹雳 这是什么 难道我可以骑在上面吗 想到这里 男主又入出了傻笑 怀里抱着熊猫 骑着熊猫在花丛里奔跑 回到司令部 男主也和手下说起了这件事情 还给了他一个小心的熊猫车 手下也很意外 为什么熊猫车的尾巴是黑色的 男主对此不想说什么 谁知道地球人怎么想的 又是休假的一天 男主来到了动物园 这一次他要观察熊猫长相的不同 持有年票的他 可以随时前来观赏 和戴蓝猫的小孩子打了个招呼 男主就开始了观察 这只母熊猫长相十分温柔 另外那只公熊猫则是眼尾上扬 五官轮廓很是鲜明 看起来就很有男子气概 但这副模样却让男主越看越眼熟 尤其是那对上掉眼 突然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同时德里卡的嘴里 那神情真是太像了 想到这里 他连忙摇晃自己的脑袋 在休假的时候想起同事 真是太会气了 连忙给熊猫拍了几张照片 终于把同事从脑海中忘记了 昨天的熊猫 不管德里卡说什么都没有理会 最终他还是笑了一下 这可让德里卡绷不住 他还以为遭到了嘲笑 表示绝对不会原谅男主 要不是由手下拦着 他就要将男主彻底弄哭 喜欢熊猫的男主 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熊猫洗澡 把自己洗成一只北极熊 手下分析梦是潜意识的展现 最近他一定是遇到了很震惊的事情 男主瞬间咬牙切齿 只恨他们来错了地方 前几天他看熊猫新闻才知道 这个破地方竟然连自己的熊猫都没有 很快动物园的熊猫就要归还给大天朝 搞得他都想跟着熊猫回家归话算了 邪恶组织的干部是真的嫌 卢尼突然向男主发起挑战 男主不爽名小子很嚣张 随即两人各将一个橘子放在面前 男主小瞧卢尼是个废物 却不料他的橘子果肉竟然已经被吃光了 用仿佛没动过的橘子愚弄自己 反而男主的橘子被卢尼嘲笑像调狗 殊不知男主故意藏了一手 卢尼健壮也要拿出真本事 你们还别说 虽然他们的目的是消灭人类 但各个守活都不错 用橘子做各种动物都是杏手拈来 门外手下不明真相 还以为他们是在构想什么新的生物兵器 两人玩得气喘吁吁很殆尽 接下来将是决胜局 卢尼祭出自己的橘子暖桌怪物 男主则是一个地球人 很快橘子就被两人消耗一空 但卢尼还以为未尽想要继续 男主早就料到会这样 因此提前还准备了一整箱 德利卡不愧是精致男人 吃橘子必须把所有的橘丝都摘干净才行 随后他发现手下手臂上的橘子毛毛虫精做起 还以为是什么未知生物 得知是卢尼教他们做的橘子以后 德利卡很不爽这群干部尽不干正事 当晚男主又做了个奇怪的梦 针对消灭人类之后 与人工繁育的熊猫交流一式展开会议 喜欢北极熊的人格认为 消灭人类后最该增加北极熊的数量 深厚的人格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分别认为最该繁育小猫熊和大宗熊 喜欢泰迪熊的人格最离谱 反正都是熊 干脆全都做成泰迪熊装饰 场面瞬间乱做一团 直到喜欢包子的人格提 为了能在消灭人类后也能吃到包子 他们优先需要确保包子生产线 此意见获得大家一致赞成 随后喜欢猫咪大人的人格有意见 今天他要给所有人格灌输猫咪大人的魅力